媒體女士先生 大家早 我請陳主委 陳主委 我們證交法從民國幾年開始實施 證交法定應該民國五十幾年吧 五十七年還是 從民國五十七年開始實施 那我們陸陸續續修正了多少次的一個法令 那個很多次啦 很多 多到數不清 那個 如果你把證券交易法這個法條頭開始的話 那底下會一排這個修多少次啊 厘次修的 非常複雜 非常多次 非常非常多次 那我想還有一年是特別大修 有沒有 哪一年 我這個 七十七年 除了七十七年還有哪一年 還特別大修 八十九 好 除了八十九年還有哪一年特別大修 修正的次數蠻多的 你都不知道 我這樣會定 因為你旁邊的人 在旁邊騎 自己告 九十五年又修了比較多的條文 喔 還有九十五年 好 那在九十五年 是針對哪一方面來做一個大修 好 這個部分喔 這個是不是由法治人員來跟委員說明好不好 好 請保治者來講好不好 請鄭齊局局長 來來 李曲先生 李曲先生 九十五年的部分大部分是針對獨立董事制度的引進 好 就針對獨立董事 那就針對於掏空的事情來做一個大修對不對 針對 防止我們上市公司 來做掏空 來做一個大修對不對 掏空的部分在增加法一百七十一條 那種非常規要的掏空這些是 應該是在八十九 八十九年就修了 好 那在九十五年我們就進行這樣一個大修 大修了以後 到現在我們立法院 還有躺了多少案子 躺在立法院 立法院就是只有這一次 那你學沒講 有的已經刪讀了 我們委員的 委員的提案的部位 修訂的提案的部位有多少件 就五月 五月四號的時候已經有三讀通過了 那另外就是 高資本委員那個 再十四件 再十四件 還有十四件 還躺在立法院 那為什麼立法院 從九十五年到現在才短短的幾年 為什麼修了這麼多次 而且 還躺在立法院 還有那麼多我們委員提出的修正條約 為什麼 為什麼 你知道嗎 為什麼 為什麼 你知道嗎 為什麼 理事長你知道嗎 為什麼 不知道 為什麼 大家就受痛 發肆 受痛 是不是這樣 這樣 應該都是 可能是有實務上 有一些 面對的問題 都是在救人 都在救人 都在救人 都在救一些老闆 那為什麼要救人 那為什麼要救人 就是因為 我們的證交法 條例 有很多不是很明確 所以 我們現在 我們的起訴率 有幾層你知道嗎 主委 請 侯部的 知不知道 我們的管餐室知不知道 來 請 台湖部 廣告月 管餐室 我們的起訴率 有幾% 檢查我 檢查我 檢查有幾% 關於證交法的案件 對 我今天來 我沒有說因為沒有 這方面的資料 但是我的瞭解就是說 因為在目前的起訴以後 判罪的可能 定罪率 定罪率 確實是比較低啦 好 起訴率 起訴率很高 定罪率相當相當的低 有多低你知道嗎 我 我 我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你也沒有這個數據啊 但是我知道 是比較偏低 低到 低到 那實在是 我實在是看不到 我看不到3% 因為這個 案件的起訴以後 事實上 在我個人看到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過程要件有時候定的比較抽象 不過 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 抽象 不明確 所以讓檢察官 他們可以用 自由心證 就馬上可以來認定 到底 你是不是 有違反內線交易 對不對 不是自由心證 因為自由心證是在法院 自由心證是在法院 對 檢察官不是自由心證 這樣叫他恐怖 檢察官是看 有沒有犯罪嫌疑 這樣喔 所以 我希望你把這一個 意見 要帶回去法務部 那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 我們金管會跟法務部 不必要做會 中間大小幾個 收到一千里做就好 不要每個會局 就是提出來證交法 哪一條 哪一條又要修 哪一條又要修 啊修都收到二二人了 是因為這個法案的主管機關是 我們這個金管會 那我們當然也會建議金管會這邊 能夠做一個比較整體性的修正 所以 在上一次157條之一的時候 在朝野協商 我特別特別 請王院長一定要附帶決議 後來這一個附帶決議 我想你們非常清楚吧 是 很清楚吧 在下個會局之前 絕對要把抗辯條款要送到本院審議 是 這對啦齁 但是我希望 不只只有抗辯條款 可以的 全部做一些大小 由金管會跟法務部密切合作 是 而且法務部的部分 的確確 我們很多檢察官 他對於整個內宣家 他不懂 人家說學術有專精啊 他不懂的 我是建議 法務部 可以邀請到金管會專家 去幫他上課 讓他們知道 什麼是真正的 真正的副法就是內線交易 他們有的還搞不清楚 什麼 他們有的還搞不清楚 什麼 他們有的還搞不清楚 什麼股票馬賣 都有啊 你要不要我講一個 如果委員有的話提供給我們做參考 我們回來會做檢討 改天 九月份 十月份 劉太英 如果他出來的時候啊 你叫他講給你聽 說一篇熱熱燈給你聽 對啊 所以不是沒有啊 不是沒有 事事事事發生的 理想有很多 所以我今天我特別講的 就是希望金管會跟法務部 在這一次啊 確絕對對對 要痛定失痛 把所有的該修的法條 全部再做一次修訂 那同時 要針對什麼 要針對我們現在 因為時代在改變 有很多的金融商品 有精追衍生出來的金融商品的一個規範 以及他新型態的一個交易方式 一定要特別 再做一個規範 我相信已經有強到這個交易 對不對 注意 對於我們現在 所有的 這一些上市公司 他們在做這一些證交法的問題的時候 是不是有很多 是新型態的一個交易方式 以及 他們金融商品的一個方式 有嗎 有這些東西嗎 有啊 有嘛齁 但是針對於這一些 我們有沒有好好的去做一個規範 這個隨時都要配合這個食物的情況去做規範 但是我們現在以目前 是不是完全的能夠齁 切合這個食物的需要 這是可以隨時來檢討的 所以我要求 我要求在這一次 我們包括抗辯條款要提出的時候 同時你們就針對 許許多多的法條必須要馬上做修正的 由行政院由金管會這一邊主動要提出 不能說 金管會要提出法務部這邊在黨 怎麼會這樣 你金管會你的專責就是你的專責 法務部不會再抗 當時我聽說法務部在那裡 法務部有意見 我剩下 法務部他是為了要讓他的權利 要把他顧住 所以他不知道 他認為他的自由心要非常的高 要比較大 他不知道要把你抗 所以你一定要堅持你的本領 我們要堅持自己的專業 什麼是對 什麼是不對 實際上 現在的人很聰明 你有反 那些都有報 其實真的 內線交易多不多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對不對 各位 其實內線交易會不會很多 這種 依送的不多 不過市場的食物的情況 這個 都不會多了 現在大家很聰明 都會放消息 好 我講一個最簡單 你們現在政府說 我要簽ECPA 這些外資 他會報算嗎 他馬上就報啊 他馬上就報算 大量的期貨空單 就出來了 對不對 不管是照管的啦 還是說拋售持股的 什麼就都出來了 很快 人老啊 嘿 他就來坑殺散戶 有沒有 如果是ECPA的訊息的話 目前 我現在是講這樣的一個比例啦 這樣一個例子啦 已經在市場上公佈的訊息 就不做內線交易 所以反正啊 反正有很多 都是你報消息 都是跟他一樣 反正喔 肉的就給他分一個給他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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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並不是在公司裡面的內線交易啊 是大宗 那少啊 那現在大家都很聰明 沒人家做這種 但是 這是沒有違法 對不對 因為那種方式沒有違法 但是啊 沒有道德 對不對 所以應該 我們的證券交易法裡面 你應該分成兩種 一種是違法的 一種是不道德的 沒有道德 違法跟不道德都一樣在坑殺散戶 但是 違法的 會派行 不道德的 不會派行 所以現在大家都遭遇不道德的方式 你相信嗎 剛才我講的 是屬於哪一種的 那個 那個 透過市場的 已經公開的訊息都不算是內線交易啦 那至於說這個 他絕對不是內線交易嘛 那台股價有沒有構成這個市場抨抵抵 其實要看詳細的狀況啦 要看他的這個法律構成要件 所以啊 是最像剛才 我聽到魯委員在那裡說的 說余湘泉喔 這個 的的事情 我覺得余湘泉喔 很麻煩 過去人跟余湘泉有什麼關係 但是跟立法委員有相當大的關係 你給他看所有的資料 你給他資料 所有的股市動盪都是在立法院開議期間 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啊 我希望金管會 在針對修法的部分 我們開始要針對於 我們整個的新型態的交易方式 以及 我們所有的這一些 啊 這種商品的部分 要做一個特別注意 那對於不道的部分 他們的一個方式 我們應該要做有所的約束 這樣好不好 好謝謝 好謝謝各位